但是从另外一个思考方向 刚才新闻人员也看到 像监察院长王建轩等人 他们都会说 不错啊我们把它留下来 弄个公园吧 这么精华的地段 可是也有很多房地产业者讲 一坪700万的地方 盖公园 又有很多的想法 是要留一个废在那里 我说的是人体的这个 进化的这个废 还是说应该要拿来 带动房地产 来提振内需等等 这个地到底该怎么样利用呢 我想在那里开闭一个大公园 其实有两种很极端的看法 有一群人会觉得是说 浪费了那块地 但浪费那块很可惜 然后他造福了谁呢 因为旁边有个地堡 所以当然市府里面 也有官员在开外笑说 那是不是我们帮地堡 盖一个后花园在那里 就有人会这样子来想 可是我觉得今天 不管是在商业开发 或者是在留一块废 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 绿地来看 也许中间也有一些些 妥协的角度 或者是说 你也许可以开发相关的 别的产业 它也许也能够带动经济发展 譬如说文化相关的产业 或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 它不是零跟一中间的选择 中间其实是有很多 其实是可以再来折重讨论的地方 没错 真的 有时候就跟他讲 跳脱一下这个视野 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 也许很多的文化的东西 历史的东西 或者现在流行讲文创的东西 也许带进去会有更新的 不一样的风貌 对我说文化相关的东西